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我們這班80厚當然要講創意 你看一下我 就用雞蛋來形容香港的建築 那你們呢? 有人問我 怎樣可以19歲出第一本書 答案就是要把握這個機會 實踐自己 從來沒想過可以將自己成長的故事和人分享 這樣出了這本書之後 令到很多讀者都有迴響 珍惜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和關係 沒想過可以在香港出到立體書 還可以在中港台三地發行 現在終於可以將香港彈起了 每個人都是一個故事 挑戰自己的潛能 為自己寫一本書 一本有圖畫、有文字、有音樂的書 這個比賽就實現了我這個夢想 這個其實是一個全能的寫作比賽 除了寫作能力之外 還會考驗你的思考、組織和觀察能力 我們一班專業的寫作創作人 會提供個人指導 和你一起完成作品 我小時候發表自己的文章 唯一的途徑就是通過投稿去報章或雜誌 然後很希望我們登出來 現在有個機會可以馬上 將你的夢想成真出一本書 這個機會一定不能錯過 我覺得作為一個創作人 雖然創作是一個很過人的東西 但其實最開心的事 其實就是可以將你的作品結集 去和其他人一起分享 那你才有機會去感動其他人 由你的想法去到你讀者的枱頭 今時今日出書行頭 最重要是有我們幫你出頭 有資源、有策略 我們是幫到你的 那麼多位作家 都有他們自己的書 在書展出版 這個其實真是一個很好的 和人溝通和表達自己的機會 你還等什麼呀 還要 Take Action